本来看杨子参加品牌活动 穿着优雅大气一整个知性女明星 结果一张口还是那个熟悉的小猴子 这下杨子是搞笑女失锤了 想当初姊妹开口说英语 不知道笑伤了多少人 我扎死了smile一下 没有任何 怎么英文都让你说成这样了 我都不明白 尤其是刘涛老公成了最大受害者 杨子用英文数数 直接让他把嘴里的饮料喷了出来 玩 拖 玩 拖 要知道明星们都说杨子的朋友圈非常有趣 甚至愿意付费观看 但这真不是在说笑 毕竟姊妹私底下就是妥妥的段子手 一些神机吐槽也是让人爆笑的程度 连小动物也逃不过姊妹的嘴 杨子来一次蘑菇屋直接被导演笑着送走 妹妹向她介绍彩灯 结果杨子一开口就对彩灯老师报击 这个是彩灯 就是那个翻牙 他老像被噎着了 你看看 我的 他老是太噎着了 对 我以为被噎着了 彩灯你礼貌吗 这综艺效果是让喜剧人杨子做足了 到底谁能来管管他的嘴 和老师带着大家去看有什么活动 杨子一句话抓住重点 这对导演组的吐槽是一点不留情 是抓彩票去吗 不是 看有什么活动今天 这一天到晚这么点地儿 还搞得活动挺多 张一新站着杨子给他喝茶 小绵羊神有感觉姊妹快笑过去了 一个萌萌的一个带点猥琐的笑 自己逗笑自己这一幕真的可爱到爆炸 杨子还给张一新微博名出主意 一个敢出一群人敢听 到底是谁发明了姊妹这款搞笑型的女明星 出口就是段子不送他去说脱口秀真的可惜了 其实你知道吗 你这么努力 你的微博名不是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吗 你想不想一下子成功 你就改成成功成功已成功 大家都去找节目组要福利的时候 只有姊妹上来就贴脸开打 好 今天由杨子来回答 OK 好不好 这次话也是没人了 家都是她 来来来来 杨子追剧reaction绝对是内于第一人 上起头来直接跟演员本人吐槽 本来剧情没那么搞笑 被杨子一表演出来好笑的不行 你知道我每次看到黄阿玛 黄阿玛给他的镜头是啥 黄阿玛一发脾气 那个镜头就这样对 你们居然敢威胁我 建议杨子自己单开一个还珠解说 一定很多人看 只能说搞笑女估计要成为姊妹撕不掉的标签了